欢迎回到发达广场的时间 最新的嘉宾就是要财证券的分析员李慧嫩Hannah Hannah 你好 你好 家庭观众 如果有任何股票问题的话 可以随时打电话给我们 电话就是2804-6566 又或者是伸电邮给我们 和大家看看恒指最新表现 恒指跌769点 去到19,097点 期指方面跌688点 暂时去到19,035点 暂时低水50点 国企指数方面跌496点 跌了接近半成 跌到9972点 跌穿了10,000点的位置 今天的成交额有307亿 成交也不算太多 其实看到刚才恒指一开市 下午一开市的时间 期指曾经想下市19,000点 可惜差8点才穿到 其实后市来说 市下午回来弱了这么多 你又怎么看呢 你看回现阶段来说 似乎大事都要试回19,000点 这个大关 你说见到整个恒指的走势 初步来说其实都比较淡 你说自从在9月5号来说 有一个裂口下跌 然后形态上 其实初步形成了一个 就是孤岛的一个形态 你说看回之后 虽然那几天 就是尝试补回裂口 但是你说看回今天来说 进一步就是裂口下跌 令到你说看回孤岛形态 初步来说 其实已经是一个确立的了 然后现阶段来说 今天来说 其实是跌穿了 就是说的是9月6号的低位 就是19,290点 你说整个短线的上升轨来说 已经是失手的 你说现阶段来说 下一个是支持位 初步来说会放回19,000点 至到18,868点 就是全年低位 现阶段来说 向上仍然有反弹来说 但是说初步的阻力位 都会放回19,500点的水平 好 麻烦了 见到市场来说 真是比较弱点 见到现在行指 跌7、8、82点 跌了接近4% 见到今天很多股份 都有一个洗仓式的下跌 尤其是豪赌股 看看今天表现吧 见到银鱼方面 跌近超过8% 跌过半到15.92 澳博跌超过6% 跌1.08先报15.16 新豪国际跌了超过半成 跌4.5报7.73 上仍方面跌超过3% 跌1.3去到3.97 另外 永宁澳门方面 跌超过7% 跌1.85去到22.85 近伤中国跌过8% 跌超过7% 报22.7 美高煤方面跌超过6% 跌9.2报13.3 见到今天豪赌股方面 永宁澳门是先升后跌的 最主要是因为获得批 发展露坦城的项目 见到今天开市的时间 早上有个升幅在 但说回整个澳门博彩股的板块 今天都是洗仓式的下跌 大家都说了 抵买抵买 但是会不会见到 要等市场跌好一点才好买呢 没错 见到近日来说 豪赌股方面 跌幅相对来说是挺大的 你说最主要拖累 就是板块下跌的原因 其实跟基本因素的关系 不算太大 最主要原因 都要看一些基金 尤其是低位买的基金 见到高位 尤其是市况不定 都要把手上的股份 去沽一些 去套一些盐 去应付日后的未来 那个熟回潮 所以见到近日来说 由于基金订货的关系 你说一些早前比较强势的股份 近日来说 都要有一个 是比较显著的下跌 你说现阶段 当你基金订货的时候 豪赌股 其实跌幅可以 是相当之惊人的 现阶段 我都不建议 就是趁急跌 就是有一个撩底行动 因为分分钟说 低传未算低的 当然你说看回 就是一个是长线 即是中线来说 你看回 葡萄菇本身来说 基本因素 其实还是维持 是比较好的 现阶段来说 总是在欧美经济方面 有一个是增长的 一个是倒退也好 现阶段来说 内地方面 都仍然是维持 一个比较强劲的增长 市场早前担心的 比如硬着鹿来说 从近牌方面的一些经济数据 都引证了 就是中国下半年方面的经济 虽然你说有机会 有一个是增长放缓的情况 大陆硬着鹿 似乎不会出现 所以你说看回 当你当地的居民 都仍然是维持 一个是比较强劲的 一个收入增长的时候 这方面其实都会继续 利好下半年来说 就是博彩股方面的一个收入 但是现阶段来说 都不建议在现阶段买入 你说究竟何时才可以买入 都比较难去决定 因为你说看回大市来说 现阶段都仍然维持 一个是比较持续沉底的形态 你说要等大市是顶一顶 你就说才好 就是考虑买入一些豪赌股 当然说这么多只豪赌股 都仍然是继续看好 就是27号银鱼 还有就是说80澳博的 好啊 麻烦了 另外说完豪赌股 不如看看今天内地食品股的表现 看到中粮油方面 跌2.6到6.6 康师傅跌5.5报22.3 中国食品跌1.6报6.24 鱼鸯食品今天继续破底 去到13.34跌8.2 大成食品跌9先报1.61 另外萌牛方面跌超过3% 跌8.5到27.25 汇原果汁跌8先报3.24 中国旺旺跌1.8报7.03 天日果业1.73 合生源跌5.6报14.36 见到今天高盛就发表了一份报告给预认 就说到上星期股价下跌了两成 主要由于本地媒体新食品安全指控 最近管理层的减持股份 和售出购股权的消息影响 但说到商务部最新的数据公布 7月份的生猪肉供应持续增加 对于公司下半年的销售量影响正面 宇荣亦要澄清 公司在月初只是检测到一头瘦肉症 弱残情阳性的生猪 之后已经销毁 高盛认为情况符合正常的业务營运 而有关指控更加缺乏有力的证据 所以给他买的评级目标价26.6 说到股值较同业折让六成那么多 虽然看见他唱好语润的前景高盛方面 但见到股价仍然破底 今天是13.34 最低更加见过13元的水平 其实语润方面的前景 你觉得大家回复信心吗 看回暂于基本因素去看 看回内地方面的猪肉价格 虽然最近说价格方面 也有一些波动性出现 但看回始终维持偏高的水平 理论上对乳润方面 其实仍然有正面影响 但看回早前来说 乳润公司的三大管理层 都有减持行动 甚至今次说减持行动 息数沽出所有持股 这方面也削弱了 投资者对公司方面的前景的信心 再加上看回早前来说 瘦润症事件 也削弱了整个公司方面的企业形象 所以股价方面 因此而有一个持续沉底的形态出现 现阶段来说 也要看回13元究竟能否守得稳 如果说失守13元 整个形态也要维持持续沉底的格局 现阶段买入的话 初步就要看回大事 似乎还不太稳定的时候 现阶段我都不建议买入 其指方面跌646点 去到19,079点 暂时低水34点 成交量有37,000多张 国企指数方面 重上10,000点水平 跌466点 去到101点 跌超过4% 另外和大家看日本股市的收市表现 看见日本股市收市跌了201点 今天跌了2.31% 今天收报8535点 下一次再和大家见面